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张志雷那些硬汉陪练的故事 有人曾血战太增富利 有人曾挑战重量级霸主小克里琴科 正如张志雷所说 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 张志雷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与陪练的日常 用他自己的话说 很多人可能对陪练有些误解 找他们来是打你一顿 而不是你去打他们一顿 拳王级的陪练各个都是狠角色且收入不菲 他们可以模仿对手的出拳 帮你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很多拳王也都是陪练出身 比如刘宇斯 再比如拳王阿里的陪练拉里霍姆斯 张志雷业余拳击时期在进入国家队后也做过陪练 这个是张志雷的陪练之一 马里乌斯瓦克波兰的重量级选手 十年前就曾挑战当时的重量级拳坛霸主小克里琴科 小克里琴科当时手握WBA,WBO,IBF与全坛杂志紧腰带 最终双方打满12回合 瓦克点数高负 张志雷在时尚媒体上还分享了瓦克的一个小故事 瓦克是张志雷的陪练之一 但张志雷备战期间 瓦克的母亲去世 张志雷让他专心料理母亲的后事 但瓦克说要帮助这位中国选手 周四在料理完后事后 周五便飞到张志雷的训练营 跟张志雷打实战 且投入了百分百的状态 画面转过 这个陪练是不是很多人比较眼熟 这个是瑞典选手奥托沃林 现役重量级一个泰森富里 近几年打得最艰难的一场比赛 就是拜这个们所赐 泰森富里在跟维尔德二番战前 随便抓了个人 打了一场过渡战 没想到一下子抓来个跌 近十年只有三个人跟泰森富里打满十二回合 一个是传奇拳王小克里琴科 一个是被视为现役第一重拳的维尔德 另一个就是奥托沃林 泰森富里通过判定击败奥托沃林 看着造型就知道 富里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有权迷说泰森富里打得这么辛苦 一方面是奥托沃林实力大于名气 奥托沃林这些战绩26胜1负 唯一败季就是这场比赛输给了泰森富里 另一方面奥托沃林是个左撇子 令泰森富里不太舒服 有意思的是张志磊也是左撇子 所以有人说泰森富里不愿意碰张志磊 也跟张志磊是反架拳手有关 画面转过 这个名叫德米特里的陪练 来自乌克兰的北对涅茨克 如今他的家乡已经变成了废墟 此人在多年前还来中国打过昆仑爵的比赛 他身高臂展都是两米 会模仿乔伊斯的出拳 在张志磊备战乔伊斯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此外还有来自丹佛的体能狂人 以及美国金手套获得者的年轻人 张志磊经常分享与陪练训练的片段 或者邀请陪练吃火锅吃烤鸭的片段 拳击是一个人上场战斗 但拳击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运动 一个拳王的诞生需要多方面因素 除了自身的努力 还需要团队的支持 教练 陪练 能促成大战 还需要有个靠谱的经纪公司 也希望更多人了解拳击 爱上拳击这项运动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